内地明星吴亦凡早前一位涉嫌强奸被判13年有期徒刑, 而他的案件日前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以作为依法严刑严重犯罪典型案例, 在人大会议上曝光更多犯罪细节。 当中指出,吴亦凡在2020年11月到12月期间 在他的住所先后趁三名女士醉酒失去反抗能力的时候, 强行发生性关系。 而在2018年7月1日,吴亦凡在他的住所 与其他人与另外两名女性走后进行淫乱活动, 其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强奸罪, 最终淫乱罪,判处吴亦凡有期徒刑13年, 附加驱逐出境。 吴亦凡不复上诉但被驳回,最终维持原判。